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是时事小品 孙春兰视察武汉 作为湖北省的省长 我代表湖北全体人民 热烈欢迎孙春兰副董理来武汉视察 孙春兰副董理是主管卫生工作的 这次亲自来到武汉视察 足见中央领导对我们武汉的重视 能不重视吗 现在呀部门与部门间甩锅 地区与地区间甩锅 近来有的媒体开始质疑这个卫健委 封杀武汉疫情的消息 导致疫情大爆发 我是主管卫生的 这锅都甩到我这来了 我不来一趟能行吗 您别着急 回头呢我们领您去邮接 我是说那个让王书记呢 领您到街头视察一圈 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道工作 把这个锅一定要甩回去 照他们脸上护 是啊 您放心 这个媒体 还有群众演员 哦 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 我都安排好了 孙副总理 最近人民日报有一篇连载文章 题目叫做 总书记来过我的家 主要是讲去年 徐总书记到内蒙考察时候的情况 其中有一篇文章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叫做游桂兰的人民群众 他说呀 自从见过徐总书记以后 这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 这不我就一直盼着 啥时候徐总书记 也能来我们武汉看一看 这样我们也能制作一些 正能量的新闻 让疫区的群众 有痴密的感觉 这日日盼 夜夜盼 虽然没把习总书记盼来 可是把您给盼来了 孙副总理 您就是武汉人民的 吉时宇啊 习大的呢 你就不用盼了 他呢 正在领导全球抗议呢 像视察武汉这种 这种小事啊 我来就行了 是是 谁来到这 来一个就行 孙副总理 您刚才说 习大的在领导全球抗议 是啊 现在呢 在我党的领导下 全球的疫情出现了拐点 啊 这 这四月还没到 疫情减弱的拐点就提前到了 可是我们怎么没感觉到啊 难道是北京的疫情有减弱的趋势 哎 不是 不是 我说的不是疫情下降的拐点 而是疫情传播的拐点 武汉肺炎疫情终于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蔓延全球了 哦 是这么个拐点啊 嗯 对了 前几天呢 这个老谭说了 啊 我是说呀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了 2月26号的时候 全球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 终于超过了我们中国境内确诊人数 啥 境外数字超过国内 比如说超过国内啊 就跟武汉比 太连一个零头都不算了 这能有人信吗 当然了 老谭是用我们官方报道的国内死亡数据 去跟境外数据做的比较 国际上当然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数据 不过这个不重要 只要国内的人相信就行了 这个拐点意义重大啊 虽然疫情严峻 但只要国际上死的人数比中国死得多 中国就算赢了 哎呀 太好了 中国又赢了 是啊 现在中国呢不仅是赢了 而且还养我国威 以前呢都是呢 外国人不让我们去他们国家 现在武汉肺炎传到境外去了 我嘛也可以不让外国人进我们这来了 干得好 再有外国人入境 我们就十步一岗 五步一哨测体温 然后再隔离的十四天 好好出口气 党国威武啊 就是 挺好了 这个世卫一开口啊 我们宣传工作那就随便干了 是啊 我党啊 在世卫这些年的撒币经营 没有白费呀 老谭很配合我党工作 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 国内新增病例归零 也就是一律不报 然后宣传各地复工 但是对境外的疫情 我们要大力宣传 要给人一种 疫情在中国无声无息 在世界轰轰烈烈的感觉 哎呀 谢谢孙副总理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突然感觉 这形势一片大好啊 哟 那孙副总理 咱们去考察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 孙副总理到了 孙副总理到了 这席大的当时去内蒙视察的时候 都是进到人家村民家里 我是不是也最好上人家家里才逼真一点啊 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这个一月底的时候 鸿安县一个脑瘫患者 因为他爸被隔离 家里没人管的 饿死在家了 还有上月十三号 实验线一个退休职工 病死在家里 就志愿者上门测体温的时候发现 他孙子守着的尸体 吃了三天饼干 我怕看见这样死人吓了您 哎呀 这样啊 就是 您就别上去了 去年习大大到这个内蒙口上 深入人们群众家中啊 是为了掀个锅盖拍个特写 那现在的武汉都封城了 各家各户都冰国冷道的 他拍不了这个就别上去了 嗯 也是啊 对 我们现在就安排社区的人 往上送物资 您就在这等着 等拍完了 咱们再往前走 走走走走 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行事主义 全部都是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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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假的 假的 这这这这怎么回事 这这这全怎么不配合呀 走走快走吧 那边有过来的群众 咱们不妨就在这儿 改个群众谈谈心 这效果也一样啊 好 您好吗 还没死啊 这是孙春兰副总理 他来看望武汉人民了 习大大怎么没来呀 习大大呀 现在在忙着领导大国战役呢 啥 大国战役 能不能麻烦习大大下来 先领导一下武汉战役啊 这武汉抗议啊 由我和王胜长领导就行了 习大大得下一盘更大的起 他要负责全世界 全世界 是啊 武汉肺炎已经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蔓延中国 传染全球啦 我们中国呢 是得病得得最早 病情最凶 俗话说 酒病成良医啊 过程虽然充满了艰辛哈 但是 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 比如这个 风口 甩锅 这个细节呢 就不说了 反正是 我们的经验最丰富 完全当得起全球抗疫的领跑人 您是不是刚读过大国战役这本书啊 哎对啊 你也读过 我还没读呢 不过呀 听说啊 是无耻之由的巅峰之作 本来呢 我是打算买一本看看的 挑战一下我的心理极限 不过呀 书店老板说 这回牛吹大发了 书已经下架了 哎 没问题 我还有一本 送你了 这可是绝版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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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